現在我邀請下一位嘉賓 他們都是用化名 因為他們承受巨大的壓力 他們的家庭都受到中共國安和中共解放軍的壓迫 我想連線巴塞隆拿的現場 和七豬連線他是普通大眾 七豬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麻煩告訴我們新中國聯邦 在中共國慶日舉行大規模的全球抗議活動 是想要實現什麼目的 中共一直標榜國慶節是他們接本了中共國的日子 為何你們會選擇10月1日這一日 來作為你們一齊在全球範圍進行抗議中共的日子呢? OK 班農先生 苟養你的大名 中國的老百姓都非常尊敬你 非常感謝你 為拯救中國人民所做的偉大貢獻 我們之所以選擇了10月1日 是因為今天實際上是中國的傳統節日 中秋節 在這一日 中國人通常和家人聚在一起 吃飯來慶祝中秋 今天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71週年 71年前 中共建立了中共國 從那時起 中國人民就失去了自由 失去了法治 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我們完全沒有任何的自由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選擇今天 向中共遊行示威 打倒中共 來表達我們的想法 中共不等於中國人民 我們一起都是跟隨郭文貴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選擇今天採取行動 我們現在正嘗試放出一些錄像影片 這次行動牽起了一股熱潮 從新西蘭到日本 再到巴塞羅那 你們就站在中共的領事館前面 實際上是在抗議 你們在街道上行進的人群 令人讚嘆 大家從未真正看到過這樣的示威遊行的六四運動 後來並沒有發展起來 中國人民還試圖進行其他運動 似乎在全球範圍開展 有不同的是 我意識到我們在6月4日 在自由女神像前見國 郭文貴在背後支撐著爆料革命 他是新中國聯邦的創始人之一 還有郭先生 他是中共國足球界的Michael Jordan 但這次遊行似乎是一場全球運動 無論是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加拿大還是歐洲 是什麼令到新中國聯邦的運動 和以前其他運動有所不同呢 這場運動從我的角度來看 從我們爆料革命的戰友角度來看 我們都認為 新中國聯邦百分之百不同於中共政權 因此我們選擇在中共政權所在的 巴塞羅那中共領事館抗議 而沒有去馬德里的中共大使館 因為馬德里的中共病毒疫情 比巴塞羅那要嚴重得多 因此對於我們來自其他歐洲國家的 爆料革命的戰友來說更加困難 例如來自法國、德國、波蘭、 芬蘭等國的戰友 這就是我們選擇巴塞羅那中領館的原因 因為馬德里的病毒情況更嚴重、更惡劣 這就是我們會作出這個選擇 而且從我的角度看來 我認為我們所有爆料革命的戰友 我認為新中國聯邦和共產主義政權完全不同 我們跟隨郭文貴 是為了我們自己能夠享有自由 三年多之前 我們就一直追隨郭文貴先生的理念 並且我們知道中共政權 並且我們知道中共政權做了太多邪惡的事 中共壓迫中國人民的自由 我們必須站起來表達自己的意見 我們不同意中共能代表我們中國人 百分之百不同意 因為我們是新中國聯邦的公民 而並非中共政權下的公民 7G 最後一件事 現在我們看到的陸像 是這一場令人震驚的全球抗議 在全世界不同的國家之間持續進行 今天在紐約也有遊行 我想將這一場遊行播出來 這是美國人民需要去了解的事 他們就在中共的領事館前面 你在電視上看到的所有這些鏡頭 我們現在通過美國的聲音來播放 他們就在中共領事館的正前方 向中國大使館或領事館發出納喊 對你來說這件事有多危險 我們知道嚴博士和中共實驗室出途的人士 他們的家人一直受到嚴格審查 甚至會被逮捕等等 如果中共要對你們新中國聯邦人民做出報復的話 這個究竟會有多危險呢 事實上包括我自己在內的每個人 我們的內心心處都有深深的 恐懼 因為我們的家人 很多爆料革命朋友的家人 還身處中共的 只要中共還在那裡 這個政權還在那裡的話 我們就無法覺得安全 我知道很多人非常勇敢站出來向中共說不 但事實就是 中共仍威脅著14億中國人民 所以我們是有恐懼的 即使我們知道 這個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說 都是非常危險的 他們可以去騷擾我們的家人 威脅他們 他們可以隨時去逮捕他們 我們知道 這個對我們很多來自中國的朋友來說很艱難 即使我們身處西班牙這個完美的國家裡 我們在這裡有自由、民主和法治 但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來自中國 我們有親人在中國 所以我們有恐懼 但對於我們來說 很多爆料革命的朋友告訴我 如果他們不站出來對中共說不的話 他們的子孫就沒有機會生活在一個自由的世界 和生活在法治的社會裡 這是我們最後的機會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所有人都站出來向中共政權說不 並且出來消滅中共 7G 請目標告訴所有巴塞羅娜的戰友知 當你上線的時候告訴全世界知 我們每天都在這裡努力 正如我們所說 你們在美國得到了巨大的支持 不只是疫情戰鬥室 還有大量的普通大眾 我們在直播裡面 和Twitter上 從聽眾那裡收到消息 絕對令人難以自信 你們充分展現了新中國聯邦 向世界展示了真正的英勇和勇氣 是通過和平的方式 你們正在展示毫不退縮地進行和平的抗議 我為你們感到驕傲